潮善阿姨的《声烟》英语也太上头了 近日潮善阿姨亲情演绎的《Draw of Love》登上热搜榜单 口音独特 魔性又洗脑 这熟悉的旋律不熟悉的唱法 让王王们直呼 唱出了一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感觉 听过散装英文没想到还有声烟的代入感很强 人已经在巴黎吃下午茶了 据了解阿姨的走红是在参加本村村晚表演的英文歌曲节目 还收获了很多国外网友的好评 甚至被拿来当作手机铃声 将本土文化和异语文化无缝交融带给我们兴起的体验 有的人说在她的歌声里响起了家乡 也有人说像在巴黎圣母院拜老爷 西餐厅吃红桃果已经是无限循环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几十首英文歌曲 但实际上她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 出于对歌曲的喜爱才踏上了自学道路 真的很羡慕阿姨身上不断尝试新事物 去追求喜欢的事情的勇气 也期待她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 话说大家听完阿姨的歌都啥感觉啊